上個禮拜的重點 樂透展 那一樣啦 我希望算的資料 就不是101跟102 而是全部 所以呢 我這邊有一個例題 就是在 不過這個沒有範例檔 這個範例檔 其實在網頁 就是人家的網站 人家的網站 所以我就搜尋一下 我Google查了一下 我想查那個大樂透歷史 所以我Google查那個 關鍵字叫大樂透歷史 然後呢 大樂透歷史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 得到的結果 好像第一名就是那個叫樂透歷 所以我這邊找到一個叫樂透歷的 那樂透歷裡面的話 它就會 還好這個網站其實還蠻爭氣的 我上課用了蠻久的 至少10年 它還在 OK 然後這個網站的話 它有提供那個 大樂透的開獎中獎號碼 一樣啦 就是這個日期是哪一天 這7號 今天是 今天是8號 就昨天 昨天開獎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有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上個禮拜五 然後3號碼 然後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那規則的話就是1到49號啦 OK 那樂透歷是1到42號 OK 那你會發現這個資料還蠻完整的 你會看10月的有沒有 再往下9月的 再來8月的 8月有沒有 7月的也有啦 OK 那可是喔 它其實因為資料很龐大 所以它把它分頁了 什麼叫分頁 它總共的話呢 有1到72頁 那如果假設啦 你說老師那我如果要把這個資料放到ECL的話 該怎麼做 那你直接想到喔 你可能會希望怎麼樣 選起來對不對 然後呢選資料Ctrl-C Ctrl-V Ctrl-C Ctrl-V 可不可以過來呢 其實是可以過來 但問題你要Ctrl-C Ctrl-V要72次 OK 那如果假設來 還有這個資料是 它還會更新耶 所以如果它更新的話怎麼辦 你要再來一次 很麻煩喔 而且有些資料其實是每天都要更新 你可能每天都要來一次 哇 那有些人每天都Ctrl-C Ctrl-V就好了 那如果每小時都要更新一次那怎麼辦 哇 那你更累了 那如果每分鐘都要更新 那不得了 那所以喔 如果假設喔 你的更新頻率越高 然後你資料要越廣大的時候啦 其實絕對有必要 你要想到 用什麼 用爬蟲的方式 網路爬蟲的方式喔 爬取這個網路資料 這絕對必要的吧 那 只是說呢 怎麼樣把資料爬下來 到Excel這件事情 那當然啦 一般其實講到爬蟲的話 目前最夯的 主流的程式語言就叫Python 應該大家 應該都有聽過吧 Python的 但是呢 你說 Excel可不可以做得到 其實Excel可以啦 而且我覺得做得也不會太差 只是說為什麼沒有人特別講 我是覺得啦 可能是因為 因為 畢竟感覺好像VBA真的還是算小眾耶 學習的部分算小眾 但是它其實不少 可是並沒有像Python這麼夯 可是問題是Python喔 它是後期之秀 但是我是看到有個區 它可能現在很夯 但是它是不是會一直很夯下去 不知道 但是VBA已經出來30年了 它一直都存在 只是說一直就是這麼多人在用 但是它就是不會很熱 不知道為什麼 我自己感覺啦 其實做的事情是一樣 反而用VBA更簡單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現在很多人Python 然後把資料抓下來之後 最後還是要存成Excel 我想說你最後存成Excel 我發現好像還是VBA簡單一點點 OK 所以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說今天我們用VBA的方式 希望把這些資料抓下來 而不是用人工喔 那你應該知道哪些事情 第一個 請各位看到上面這邊有個網址 這個網址要特別注意什麼 比如說你現在點1好了 點1一下 你會發現 請你觀察一下上面的變化 你點1之後有沒有發現 它的變化 主要有哪些地方有改變 其實主要是這個地方 有沒有發現 上面有個 這個叫UIL UIL就是網址 原來你點擊第一頁的時候 它原來顯示並沒有一個問號 可是現在多一個問號 那問號指的是後面要執行的參數 那參數的話 它有個參數的名稱叫IndexPage 然後後面給它一個參數名稱 等於後面就是給它的參數叫1 為什麼1呢 我們剛剛不是點第一頁嗎 等於1 然後後面的話還有一個end符號 end的話應該顧名師 第二個參數 後面叫order by order by 應該可以猜得出來吧 排序 等於new的話 那不就是從新的到舊的 如果你要從舊的到新的話 是不是給它改一個order就可以 對 其實是可以 所以特別注意 將來那個網址 UIL這個地方 其實是它可以藉由傳遞參數 去變更它裡面的資料內容 所以你說老師 那我現在是第一頁對不對 那如果要第二頁的話 我怎麼辦 我怎麼換第二頁 當然以前的做法 是直接先捲動到下方有沒有 然後去點什麼 點這個2對不對 點下去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上面的變化 這個網址其實只有一個地方改變 哪裡改變 有沒有發現 indage page等於2 那你說老師那如果要第三頁呢 這個時候的話 當然聰明的你應該知道吧 其實就改個3比較好了 我看一下 第二頁是7月25吧 那第三頁的話應該 應該大概如果是5月 4月5月應該是差不多了 Enter一下 對4月有沒有 4月11啦 有沒有 那如果在 indage page等於4的話 那當然4月應該到快1月了吧 對1月了 對 所以喔 也就是說這個網址 它其實只要把 這個indage page等於多少的數字 你把它變更一下 所以要怎麼變更 我們需要1到72 所以你跑個回圈 4i等於1到72 然後把這個i的值呢 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讓它資料抓下來 這個問題 不就可以把72個page全部抓下來了嗎 對 第一個喔 主要是了解上面這個叫URL 所以以後喔 應該知道這個啦 這個叫URL URL 其實白話意思是網址 網址 那網址裡面的話 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問號後面傳遞參數的話 那這種傳遞參數的方式喔 一般我們有一個名稱叫get 就是說如果你要透過URL去傳遞參數的話 那你可以用get方式去傳遞 OK 但是如果另外有一個 假設喔 它的裡面資料有變更 可是上面卻看不到參數名稱 跟參數的內容的話 那特別注意喔 你就不能用get了 get是針對上面的參數喔 如果假設上面有變更的話 那這個如果你還要抓它叫poster OK poster的話 這個後面會講 兩個方法啦 那我們主要是get 然後我第一個 我大概知道這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如果要抓的話呢 那第一個我們先抓第一頁啦 那當然 這邊有一些可能需要知道的 比如說這個網頁啦 按右鍵檢視原始碼 這個我想你們以前應該有學過吧 網頁的HTML 它就長這樣啦 那實際上你要抓的資料 就是抓這些標籤裡面的內容 但是這個有點太難了 我想你們大概先知道一下喔 然後如果我要抓 那怎麼抓比較簡單喔 其實在eSale裡面有一個抓取的功能 那因為新版跟舊版不太一樣 那我現在底下這邊有個範例程式碼 有沒有範例程式碼 這個是在2010的版本 把它錄製下來 把它精簡之後的程式碼 那這段程式碼 你們可以先把它放到eSale裡面來當範本 然後待會兒跟我講 怎麼樣去抓網頁 所以這個在雲端白板的第四個單元 裡面有一個叫大樂透的歷史資料下載 關乎get 然後打開之後的話呢 你們找到這個雲端的第四頁 然後這邊有一個叫範例程式碼 簡號跟簡號中間有個sub 叫大樂透下載 那請各位呢 把這個程式碼呢 直接就貼到那個我們的eSale 所以你開啟eSale之後的話呢 然後開一個空白的活頁簿 並且把那個什麼 把Visual Basic打開 這一樣 制定功能區裡面的開發人員 把開發人員打開之後的話 那怎麼樣把那個sub加上去啦 我講過啦 反正V就被點開 然後呢 習慣是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浮在上面 那記得呢 如果你要寫程式的話 一定寫在模組 所以在這個專案上面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呢 把這個模組裡面呢 把剛剛的範例程式碼貼上來好了 貼上Ctrl V 把它複製貼上 Ctrl C 記得是在第四頁 然後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你必須要自己加幾個東西 第一個的話呢 這個字太小 工具選項 把它撰寫風格 才會再放到14號字好了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一個範例程式碼 裡面的話你要改兩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的話就是 URL分號後面 分號後面的話就是它的網址 所以我們先抓第一頁好了 所以你先找到 然後肉透雲裡面 先把它改回第一頁 應該是被等1 OK 然後這個是第一頁嘛 然後把這個網址 複製一下 直接就貼到哪裡呢 貼到URL分號 跟後雙引號的中間貼上就可以了 老師我等一下 那個有同學要錢 幫我幫他看一下 OK 然後呢 第一個就是 把網址先貼到這個位置 OK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那個Web Table Web Table指的是 你要抓這個網頁裡面的 這個 那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 這個網頁裡面到底有幾個 Table 那我怎麼算 跟各位講一下 當然喔 如果 以前的做法是按滑鼠右鍵 檢視原始碼 那你可能要找一下那個什麼 找一下 Table Table標籤 Table標籤的話一定是長這樣 各位有沒有看到 一定是長這樣 它開頭一定是小於符號 然後後面就是一個 Table 那 這個應該是第一個 Table 那 可是問題我要的那個東西 在第幾個 Table 現在蠻難找的 所以我教各位一個方法 第一個的話 你可以先選取那個什麼 選取日期按滑鼠右鍵 這邊有個檢查 不要用那個檢視原始碼 你可以透過檢查的方式 來找到到底那個位 這個是第幾個 Table 檢查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只要你選 我先選取這個 日期按右鍵檢查一下 OK 那檢查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會告訴你說 你目前所指的這個位置 它會有一個底色 它會告訴你說 你現在這個位置的標籤叫TD TD的話指的是儲存格 然後裡面就放日期 有沒有發現 其他就不用管 反正最重要的是標籤叫TD 然後裡面放日期 可是問題來了 主要其實我是要找這個 找這個 找這個小於符號叫 Table 主要是這一個 那我想知道說 到底這個 Table 在這個網頁裡面它是第幾個 那我怎麼知道 我教各位一個簡單的方法 第一個 你可以按滑鼠右鍵檢查之後 第二個的話 請你先點選右邊這邊 點一下 然後按Ctrl F Ctrl F的話實際上就是 在原始碼裡面幫我找 找什麼呢 找那個 Table 標籤的位置 OK 所以你就打一個小於符號 然後打一個 記得喔 有沒有 在這個地方會出現有一個 類似在中間會出現有一個 可以讓你輸入要尋找的一列 如果沒有出現 可能你沒有點右邊 點一下 然後Ctrl F 然後輸入 Table T A B L E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喔 你的 你輸入完畢這個之後 Ctrl F 然後輸入完之後 這邊會出現 E of 7 那這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你目前的這個位置 是這個網頁裡面的第一個表格 第一個 Table 那這個網頁裡面總共有幾個 總共有7個 那可是問題我這個是第幾個 那怎麼知道 你可以按這個上下鍵有沒有 向下 你會發現只要你按一下向下 它會這邊會讓你有沒有 一個底色讓你知道說 有沒有 知道哪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是整個 第四個有沒有 第四個是上面 那再來下一個 有沒有發現 我按到第五個的時候 它這邊會閃一下 剛好就選到我的這個表格位置 那當然你第六個下一個 第六個就跑到下面了 第七個就最下面了 OK 所以往上 應該理論上是第五個啦 所以呢我只要知道說 我現在是 我這個網頁裡面第五個表格我要的話 那請你把這個五這個數字填到那個web 有沒有 我們這邊不是有一個web table 請你在這邊輸入五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抓的是那個網頁裡面的第五個表格啦 OK 好那這樣的話OK了 所以填兩個 一個是它的網址 記得不要貼錯了 也不要有空白 第二個的話呢 是第幾個表格 那OK之後的話請你把它執行 那如果假設啦 你沒做錯的話 理論上這邊應該會看到 看到什麼呢 看到就是剛剛的那個 有沒有大樂透的資料 有沒有發現 這個資料就下來了 哪一天的 2023的11月7號 對 就是昨天 禮拜二 然後號碼下來了 然後再來就是 11月3號的 那10月31號的 有沒有 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所以 我們理論上就抓到 第幾個 第一個page 好 那可是問題來了 總共有72個page 那我怎麼辦 其實啊 當然如果你要第二個page的話 其實你應該要怎麼做 OK 當然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indage page 這個地方改成2 比較好 可是喔問題來 如果你假設indage page 等於2對不對 還有個參數叫destination 欸 destination怎麼了 就是你要把這個 這個table放在哪一個儲存格開始 那預設的話呢 是A1儲存格 意思就是放在這邊啦 欸 可是喔 如果你沒改的話 你假設按一下indage page 等於2對不對 然後一樣放A2的話 當然我們直覺師 他會把它蓋掉啦 可是我記得好像他不會蓋掉 我要執行一下 執行 呦 他其實沒有把它蓋掉 而是怎麼樣呢 而是喔 然後把原來的indage page 等於1對不對 這個是1啊 把它擠到右邊去 然後他第二頁的話呢 他就放這裡了 欸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把indage page 改成3的話會變成怎麼樣 那你執行看看吧 應該可以猜得出來吧 執行的話喔 它會變成這樣 1 2 3 欸那不對啊 如果我假設72個 幾個問題 第一個喔 第一個喔 我不可能自己在這邊慢慢輸入吧 OK 如果一直輸入到72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的話 indage page應該不是等於A1 而是 當他是第一次下載的時候放A1 可是如果第二次下載的話 應該放在他的什麼呢 最下面 就是你可能要向下追蹤 Ctrl向下 知道說他最下面在哪裡 然後把他的位置喔 再加1 放在他的最下面的下一列 這樣才OK 所以待會我們要解決兩個問題 OK 我先把那個先刪掉 解決了 OK 然後呢 我們是希望說可以怎麼樣 或者你另外開一個空白的也可以啦 然後我是希望可以寫一個程式喔 直接可以把1到72頁去 全部通通下載到Excel 而不是用人工的方式 哇 那速度差十萬八千里 而且要是你會這樣做啦 我相信你絕對會喜歡這樣的方法 而不會用人工方法 太慢了 每天在這邊Ctrl-C OK 讓位時間 好 那試一下喔 所以喔 剛剛我主要是貼那個範本過來修改 那主要改兩個地方喔 第一個的話就是 這個URL分號 後面這邊加網址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webtable等於5 那這個5怎麼來的啦 這個可能比較難 有沒有 我再做一次喔 我是直接 先找到日期這邊 選起來 按右鍵檢查 檢查會跳出右邊這邊點一下 右邊一下 然後Ctrl-F 然後輸入什麼呢 輸入小於符號table Table是它的標籤啦 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找到網頁裡面是 表格的頭在哪裡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會有個Table 那我用上下鍵找到 它會跳嘛 找到第五個 然後就把5 輸入上去 這樣就OK了 那你說老師呢 如果webtable輸入錯誤怎麼辦 你試試看嘛 如果輸入4會怎麼樣 有沒有看到 4應該是上面這一塊 4剛剛會跳就這一塊 所以如果你輸入4的話 把它下載下來 有沒有發現 4 這個就是4的東西啦 OK 所以喔 參數設錯的話 也不 沒關係啦 反正你改一下 4不對 那應該就5了 如果是5的話應該就OK了 好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如何解決剛剛講那個問題